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一个教授 也很好 很有意思 因为他的书非常的 我弄完整理完毕 我要给他钱 他说你在侮辱我 收书从不论斤秤凉 买卖在他身上 没那么十块 一个一柜分门别类 干净的不像二手书 看得到他的坚持 以我们客家人来讲 是说 比较能吃口的一行 到一百斤的书 一百台斤的书 由五楼爬下来的话 你觉得说 我不适合收这一行 你们可能就撑不下去了 对爱读书的人来说 二手书就是多了一点 温润的手感 老板这本书多少钱 小家 要本书 卖给多钱 小家 要本书 要本书 卖给多钱 那老板娘叫 小家 妞 很可爱哦 小家 妞 先学先卖客家相应 花少少的钱 就能带回一本厚实的书 跟大大的满足 小家 要本书 卖给多钱 小家 要本书 卖给多钱 小家 你们可以淹? 小家 妞 去小家 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